1953年苏联艺术界也出现解冻思潮 一批电影艺术家打破了条条框框开始新的艺术探索 这期间卡拉托托夫的《燕南飞》 塔尔科夫斯基的《亿万的童年》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被称为是苏联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开始 而曾经四次获得国家奖金的61岁苏联电影大师罗姆 也一反30年以情节建长的艺术经验 提出思想电影的理念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普通法西斯》 《普通法西斯》是苏联记录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是电影大师罗姆创作生涯高峰的体现 也是苏联电影的重要流派 思想电影的代表作 他记录了希特勒如何从一个无赖变成总理 记录了法西斯为了发动战争而怎样做思想准备 如何排除异己迫害犹太人 《普通法西斯》从一组儿童话开始讲述 一边是母爱 一边是死亡 这种强烈的对比被称为杂耍蒙太奇 也就是每一个片段都同前一片段形成尖锐冲突 这种技巧在片中比比皆是 一群德国士兵在河中洗澡 逗小狗 在唱机旁听音乐 看起来这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可是转眼之间 他们就举腔向老百姓扫射 可爱的青年变成了疯狗 这样的对比性画面不能不让人沉思 影片中关于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国的镜头 都是纳粹摄影师拍摄的 由罗姆选取一部分剪辑而成 纳粹摄影师尽管想把所拍的内容表现得崇高而伟大 但在法西斯对文艺的控制下 他们的拍摄手法已变得僵化 片中的希特勒多是同一种构图 同一种表情 这一切经过罗姆的精心剪辑集中类比 就使希特勒的形象变得可艳可赠而又可笑 罗姆说他创作这部影片不是为了复述历史而是思想 通过影片使观众思考 为什么二十世纪出现了法西斯这个怪异现象 为什么希特勒能够掌权并蛊惑那么多人为自己卖命 普通法西斯是罗姆自己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 也是世界电影史上思想纪录片的经典 普通法西斯成为了罗姆的遗作 也成为了思想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作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罗姆就在莫斯科电影学院设立工作室 一边拍片一边教书 直到一九七年他离开人间 临终前罗姆通过留声机 倾诉了他对电影的热爱 他说如果从事电影 那就需要献出从开始到终结的整整一生 这句话也成为了罗姆一生的写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